那下午都会实作比较多一点 实作比较多一点 那我们最后有安排 一个小问卷 然后会安排 事后的摸彩 那我准备奖品 我先给各位看一下奖品 好 大家应该看到我的画面 这是我个人亲手 不是缝字 亲手转印的 亲手转印的代表 那上面写的是 Just Ex-Mind It 就是就做吧 新制图就做了 好 然后另外一个呢 另外一个是 坚持思考 坚持思考的那个手提袋 背包 因为那个镜头AI的效果 可能看不太清楚 好 那这两个呢 我在今天结束的时候 结束的时候 我会公布那个问卷的网址 各位帮我小掀一下问卷 那里面有留电话的 我就会进行抽奖 那之后结果会公布在我的脸书 那就各位再去看一下那个脸书 中奖计计 然后那个你有留电话 我就会直接电话跟你联系 再跟你要那个收件住址 好 所以这样应该比较有精神一点了 下次应该建议资讯辅导团要编一点奖品的经费 这样可以送更多 好那我们就回到课堂 对对对我的作品上面 我前几天有放有贴文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上面就可以看到带子的作品 好 那么接下来 好接下来我们就继续 那早上呢已经跟各位讲说 要建立一个新制图最简单的基础的做法 那所以当我们去阅读的时候 就可以做出一个 这样子一个简单架构的一个新制图 所以我们早上的关键的重点 就是你阅读理解之后 栽药出来变成节点 然后在你一边做那些建立子节点的时候呢 你会需要一些分类 所以你就做一些简单的分类 然后最后呢 你这个整个架构差不多了 之后你可能如果你是在研究 研究一样东西 那那个东西可能单一个网页 或单一个章节的内容 看了你觉得不过瘾 或者是不周全 你可能就会找其他的参考资料去参考 然后渐渐的就会把你的架构 给补得很完整 或者你看你的架构 还有缺实际的做法 或是缺理论的基础 或是缺什么东西 你再把它补起来 把它统整成你的架构 所以这个就是最基础的新制图的使用的方式 好那建立了这个新制图之后呢 刚刚讲你要把它印出来 看是收在卷中还是贴在床头 好那接下来后面那个记忆的部分 我们先待会再讲 我们先讲下一个 如果你是用在写作 写作啦演说啦迅速的规划 那个规划你想要表达的东西的话 其实它非常的合适 那它的动作也是三个 就是先发想 再分类 再架构 好那我就用我的毕业旅行 这个案例 来跟各位做分享 我就直接挑到那个新制图的部分 好我们在国桥 有作文课嘛 那作文课呢 其实如果你不是那个 像我是印速系的 我不是那个语文专业领域的 所以我在早期呢 我小朋友写作文的时候 我也是蛮困扰 那个题目一公布下去 学生就开始发呆 甚至发呆到那个最后下课 连第一句都还没有写出来 所以传统的写作文的方式 它的困难点就在于 因为你的你写作文要从第一段开始 那第一段的开始 如果你一开始 你的想法里面就想不到 第一段的开头那一句 你后面就通通不敢写 所以你就会毫无想法 一点都就没有任何想象 自己写文章也是一样 但是 如果你用了新制图 跟同学讨论 你的效果就会很不一样 那我就稍微demo一下那个做法 首先刚刚讲先发想 所以假设我们今天的主题 叫做我的毕业旅行 那我就会在课堂上可能 不管你要不要分组 那个就你的自己的那个 那个班级经营 就会跟他们问说 那想到毕业旅行 你会想到什么 那他会想到什么 我们现在还没有开始进入写作文的阶段 所以他一定会想一堆有的没有的 所以这时候可能 有人就会想说 老师我要带多少钱 对不对 然后有人会想到 老师我要带零食 那错字我就不管了 好我们要去哪里玩 好那小朋友在 在想的阶段 老师不要有任何的限制 你不要说这个不好就拿掉 这个不是我们要的范围就拿掉 不要 你全部把它放进去 放在第一层 好那 还有同学会想到 你们老师们也可以想 你们可以想会想到什么 我要告白要毕业了 对不对 然后那个坐游览车会头晕对不对 就是小朋友会想到各式各样的衣服 老弟老师说要穿什么衣服 然后我会住在哪里 会不会有游泳池之类的 好那所以你就就跟小朋友去 讨论这些事情 那小朋友一定是意见一大堆 所以第一个阶段我们叫做发散思考 要去哪里打卡 甚至有人会想到那个打卡的pose 对 然后会有那个很多的地点 好那小组行动要怎么分组 这些都是大家可能会想到的 所以会有一堆人想到一堆事 那如果各位老师在远距的时候 其实jembo是不错的用法 就让他们贴便利贴 那贴完要分类也很方便 那所以这个其实 那个便利贴或者是什么KJ法 头脑风暴 那些都是新制图的变形 都是变形而已 那如果你在现场操作的话 你可以用便利贴 可以用纸张 或者是直接用麦克比 大海报都可以使用 好所以就会想到很多的事情 然后 好所以第一个阶段 我们就是让学生不断的去发想 那等到你觉得这个差不多点子够了 如果不够的话就再鼓励一下 甚至给一些引导 比如说我们会吃 那个过程中会吃到哪些山珍海味 对不对 然后游览车 甚至可能刚开始是坐火车 那个只要有小朋友想出一些点子之后 那很多其他的小朋友会跟着想同一类其他的点 好 那比如说那个游乐区 然后可能想要坐那个云霄飞车 这辈子可能没坐过 尤其是花莲 花莲没有这种设施 所以这个一定都是到西部去玩 好那么当你想了很多东西跟同学讨论想很多东西之后 这是第一步 你就大概像一天做完的话 大概我一般大概都带差不多想个20点左右 应该就差不多可以了 所以第一个阶段就先暂时在这边踩刹车 等一下不够等一下再补 所以这是第一个阶段先发想 在新制图里面他的 专业的那个术语叫做水平思考 就是发散思考 所以 在这一个阶段是完全不用做任何限制的 好那么再来 因为我要引导到小朋友写作文 所以我可能就要做一点分类 把这些想到的点子做一点分类 好所以如果这是一篇继续文的话 那我们根据继续文的这个条件 好我们就可能要新增一个类别 比如说起承转合对不对 好那就开始跟同学讲说 我们写作文呢 通常一个继续文四段的话 通常会是起承转合嘛 那就会跟大家稍微带一下说 起是文章的开头 承是承接你的开头继续把它发扬光大对不对 然后转呢 转一般来讲我是会跟同学讲说 转是 讲就是这个事件里面的 不好的部分 但是是要用正面的方式来讲 就是那个转折点 转折点 然后和呢就是最后你的总结 你的 你的想法 你的未来的愿望之类的 然后最后的整合这样 所以起承转合作文四个段分出来之后 我们第二步就要叫他做什么 分类对不对 那分类好你看带钱 要带多少钱 这件事会放在哪一组 应该是放在起对不对 你在计划阶段嘛 那所以就跟同学讨论一下 那游览车可能也是在 做游览车的过程可能是在路途中 所以可能放在城 然后吃什么东西 然后做火车的也是在过程 然后分组可能是一开始的分组 然后地点 这可能是游览 就是游玩中间的景点 那打卡可能也是中间的过程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 我要住哪里 这可能是事先规划 然后云霄飞车中间游玩的过程 游乐区 去哪个游乐区玩 事先可能就知道 那这些都可以根据你们讨论的内容去放 也没有一定 衣服可能放在哪里 对不对 然后做 头晕可能是在 这个事件里面可能是比较负面的东西 对不对 或者是过程中发生的东西 你都可以去放 然后告白 告白情节的糕点 对不对 可能放在这边 可能放在这边 随便你放 我们就先把它暂时放上去 然后零食是吃的 然后景点 这是一开始规划的地方 重复没有关系 然后你在这个分类的过程中 你就会发现同学们 我们再来第三个部分要检视你的架构 对不对 你看同学们想到的一堆东西 都是属于开始很高兴的那些内容 跟中间发生了什么事 跟这个可能发生事件的一些转折 然后这些会比较多 你就发现架构少了什么 少了后面的核 对不对 所以结论的部分我们就可以 这时候第三个阶段就要开始跟他引导 那您觉得这个就是毕业旅行完了之后 可能大家要各分东西 对不对 然后就有同学会开始讲 对那个毕业完就要分开了 所以你就趁这个时候 再跟他们做第二阶段的讨论 然后把那个架构上比较缺的东西 稍微把它再补 补的比较 比较OK一点 让你写作文有足够的材料可以写 然后可能 可能有同学过程中前调了 这常发生的事情对不对 或者有人受伤了 有人吵架了 之类的 然后结论也是 一样再跟他引导一下 就是 你们毕业之后 可能 大家要常 常相聚对不对 那个感情才不会分战嘛 好然后要保持联络啊 然后那个 就是要毕业了嘛 毕业之后就 你是不是要 可能要感谢老师什么的 感谢老师带了你这么多年 然后未来要长大了 期望长大可以怎么样 对不对 好 所以你就会 到第三步 你把这个架构稍微完整了之后 完整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 你作文的整个 主体结构好像 可以写的东西都有了 都有了 所以第三步在做这个架构分析整理的时候 你就就可以再稍微在细部分 再把它稍微整理一下 比如说这个 游乐区是包含在景点里面 然后 住哪里 这些都是 分组是人的问题 然后这边 陈这边是坐车 我可能会在上面吃东西 就把那个车上的零食 就写在车上吃零食 游览车 然后晕车 刚刚有个晕车 头晕把它改过来好了 然后去哪里玩要打卡 对不对 然后 你这边可以 你可以把这个景点拉过来这里 然后云霄飞车 然后打卡 有什么POSE之类的 你就稍微做个结构的整理 那整理完之后 你就会发现 其实你的素材是已经够用了 素材已经非常够用了 那所以下一步会是什么 挑重点 对不对 挑重点 所以 你一个作文 如果你只是把这些内容给 给写出来 那可能只有70分 对不对 所以我们 好一点的作文 他还要有焦距 有焦距 所以你 可能 你不能每一件事都写 你要挑一两样当作那一段的主要的焦点 那所以 我们可能就比如说第一个 可能要去哪里玩要住哪里 对不对 那可能是一个重点 因为大家都很高兴 然后过程中的一些 规划 包括你要带多少钱 要穿什么衣服 这些都可以跟同学再去讨论 然后在 讨论的过程中 如果你要把它当作那个焦点的 我们的新制图的右边 他有一个助记的功能 这个旗子是一个助记标记的功能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当 当作一个焦点的话 你可以在上面插旗子 住哪住哪里玩哪里 这个也是规划 你就把它当作是第一段的焦点 我们 要去毕业旅行了 然后大家之前怎么规划 然后 会预想到说去那边会有多好玩 心情很快乐 对不对 就类似这样 你就其实就可以把那一段的 精华给讨论出来 然后再来 承接就是上路了 上路了 你在过程中 就来一个过程 过程中 做 大家去火车上集合 非常的兴奋 然后带谁带了很多吃的 然后在车上 火车上一边坐火车 一边打桥牌 一边吃东西等等等 那些有趣的过程 就可以在这边做一些 叙述 对不对 所以如果这个是重点 你就一样给他做个 做个这个 醒目的符号 然后 最刺激的地方可能就是这些游乐区 游乐区打卡 然后那个 零箱飞车 从来没有玩过的设施 对不对 这可能也是重点 那所以 所以你这样子就可以把每一段的焦点给找出来 每一段焦点给找出来 那包括那个转 中间可能会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 那我们刚刚有讲 那个第三段 其实它是一个转折点 所以你要虽然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 但是你怎么样学到正向的看 怎么样去你的思想怎么样去转折 那个会是老师们想看的东西 所以你就把这个地方做一个 所以为什么叫转嘛 所以发生不好的事情 但是我用什么方式去改变了我的心情 好 所以我可能受伤了 但是呢 可能同学帮忙 对不对 然后看出这个友情的可贵 之类的 然后钱掉了呢 前掉了可能就到处找不到了呗 那你就会 就会跟老师讨论 然后老师就会 就就会知道说怎么收东西的重要性 甚至可能就会发展出一些 整理行李的方法 比如说我们现在带小孩出去 校外教学 他如果有三包行李 我们都会跟他说 你要数一二三 这样你下车的时候 你要记得你是数一二三 你有三件行李 所以他每次上下车 他都会注意 我有三件行李 一二三之类的 所以就是会有一些 会有一些就是关注的 就是你发生了这个事情 那你怎么样去改善他 你用正面的想法 去把他讲出来 你觉得那个很重要 你就做一点标示 对不对 然后 然后可能 最后面 最后面是总结语嘛 结语当然是 这很快乐 对不对 那个毕业旅行 大家很快乐 但是因为要 就是要分开了 所以 大家 要保持常常相聚 常常联络 那感谢老师的 养育之恩 然后我们大家都要学着长大之类的 就开始会有一些鼓励 鼓励的部分跟未来的行动 好 加一些 很棒的形容词啦 或者 有遇到事件的话 可能引入一些预言 谚语之类的 让他去比较丰富 然后你在形容一件事情的时候 可能加入你的多元感官 比如说你要形容 我第一次 要去游乐园玩 有多高兴 一般的人讲 我 去那边很高兴 对不对 就只会这样写 对不对 那比较进阶的 你可能可以加 你怎么样很高兴 讲具体一点 好 比如说你 请他用 什么动物 的动作来形容很高兴 我像麻雀一样在地上跳跃 那般的高兴 之类的 然后或者说 我这辈子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 海鲜 然后 那个龙虾 在我的嘴巴里面 咬进去的时候Q弹爽口 感觉好像什么东西在上面跳来跳去 就是 加一些想象的东西进去 那你的 文章就会从那个 刚刚那个 只有整理好架构了 这个写出来最起码基础分有80分 但是加入你刚刚后面那些 形容的东西 你的这些 预言故事啊 谚语之类的 他就会达到90分以上 然后因为你有 你有锁定这些焦点 你的情节又安排的很合宜 那可能就会超过90分 所以像我们带选去演讲也是一样 我们都会先 那个题目一出来之后 先 给他 三分钟 你先把架构给我想好 我第一段要讲些什么 第二段讲些什么 第三段 那我情节怎么安排 情节很重要 那是属于比较高阶的作文的方法 一般的人是平铺直序 不会想到情节 但是各位我们这个 已经在社会上活了那么久 也看过电影 对不对 看过那个故事书 所以你应该对安排情节 会有一定的想法 那甚至有人会安排说 那我从某一个事件 的视角 然后开始向外扩散之类的 就各式各样的想法 所以基本上你就会产生一个这样的架构 所以 你要用心智图 来做一个 作文的训练 演讲的训练 应该也是 简简单单的事情 从我们刚刚从各位老师 提的这些意见 到我们整合出这个架构 到 你可以 让学生知道 怎么去写这篇作文 你看这个架构一出来 我是不是 第一段 我就很容易就可以开始写了 所以我想 这样子的做法 大概一两节课 一定可以把作文给写出来 那这个是基础作文的 分享 作文的部分 好 那所以呢 所以你前面那个心智图写作的部分 写作的部分 前面就是 发想 然后做简单的分类 然后把整个架构完整之后 后面再 再去修饰一些内容 然后最后把它串起来 就连起来 用连接词把那些关键字连起来 作文就写好了 好 所以 如果说 教那么久 还学生写不出作文 我觉得 就就比较 应该不会这样子的 如果你用心智图教 应该是很容易的事 所以讨论也是一样的方法 讨论也是一样的方法 好 这练习我们就不做了 这个其实这个题目 大家应该很有兴趣 这个我们等那个有实体工作方的时候 再来做这种题目 好 那么再来呢